明述记 第十三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派人窥探我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 按照富家所属的支派 每支派要派一个人 各个都必须是他们的领袖 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从巴兰的旷野派他们去了 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以下是他们的名字 属刘本之派的是萨科的儿子沙姆亚 属西缅之派的是河丽的儿子沙法 属犹大之派的是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属以萨迦之派的是约瑟的儿子乙加 属以法连之派的是嫩的儿子何西亚 属变亚敏之派的是拉弗的儿子帕提 属西布伦之派的是苏迪的儿子加勒 属约瑟之派的就是属玛拿西之派的 是苏西的儿子加勒 属旦之派的是基玛丽的儿子亚米利 属亚瑟之派的是米加勒的儿子西铁 属拿弗塔利之派的是瓦弗西的儿子拿比 属加勒之派的是玛基的儿子旧利 以上是摩西派去窥探那地的人的名字 摩西称嫩的儿子何西亚为约书亚 摩西派他们去窥探迦南地 对他们说 你们要从这里上南地 然后上山地去 看看那地怎样 住在那里的人是强是弱 是多是少 看看他们住的地怎样 是好是坏 看看他们所住的城镇怎样 是营地还是城堡 看看那地怎样 是肥沃还是贫瘠 那里有树木没有 你们要壮胆 把那地的果子带些回来 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 他们上去窥探了那地 从寻的旷野到丽河 直到哈马关口 他们上到南地 到了西伯伦 在那里有亚纳族人的后裔 亚西曼 士筛 踏买 原来西伯伦城 比埃及的索安城早建七年 他们来到以十个谷 从那里砍下了一根葡萄枝子 上头只有一挂葡萄 两个人用杠抬着回来 他们也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回来 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纳挂葡萄 所以那地方叫做以石个谷 四十天以后 他们窥探那地完毕就回来 他们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 借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全体会众 向摩西、亚伦及全体会众报告 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 他们告诉摩西 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与蜜的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只是住在那地的人强壮 城又坚固又十分高大 并且我们在那里 也看见了亚纳族人的后裔 有亚玛利人住在南地 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 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沿岸 迦勒在摩西面前使众人镇静 说 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吧 因为我们必能得胜 但是那些与他同去的人却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 那些探子就他们窥探之地 向以色列人报恶性 说 我们经过要窥探的地方 是个吞吃居民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 个个都高大 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巨人 就是亚纳人的子孙 是巨人的后裔 我们看自己好像是炸猛 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